欢迎收看网上热报 佳节期间很多人都会想找个地方和朋友聚聚 好好的享用一餐 不过这期间上餐馆用餐难免会叫拥挤 在家下厨又太麻烦 那不如到陌生人的家中做客 让主人亲自为你烹煮他拿手的私房菜 只要上网就能轻易和主人约个时间登门造访 食物太多也不用担心 因为吃剩的菜肴还能通过应用程序卖给其他人 想要吃火锅或是品尝道地的泰国料理 这个网站应有尽有 只要上网定位就能在指定的时间到主人家中享用美食 住在后港政府组屋的纳迪亚和丈夫都是好客之人 上个月他们开始邀请网友上门品尝自己的厨艺 而到素未磨面的陌生人家中用餐 这些年轻人登门前都有做足功课 这种饮食文化在其他地区也相当有型 如果你到马来西亚 台湾 韩国等15个地区 只要上网就能找到当地人到他们家中品尝当地佳肴 有客到访通常都会准备一桌的佳肴招待 但如果食物太多吃不完应该怎么办呢 有应用程序就能让你把剩下的食物拍下 再看看附近周围有没有人要把食物带走 问题是陌生人吃剩的东西你会吃吗 吃饱了 但还剩一桌子的菜 丢掉太可惜 不如拍下来和附近的用户分享 你可以选择免费赠送或是低价出让 只要有用户对食物有兴趣 就能直接和你联系 约时间上门打包 应用程序的创办人坦言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样的概念 但如果应用程序能成功性演大批用户就能减少食物的浪费 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力 应用程序目前在本地还没有开始广泛使用 这个应用程序目前在美国相当盛行 主要是学生在使用 你又有什么能减少浪费食物的方法 不如上我们的Facebook和大家分享 网上热报 我们2014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